愛你的你不愛 愛上的永遠不會是該愛的 短短一句話貫穿了華真初上整部劇 也倒進了蘇媽媽的感情世界 楊敬華粗言蘇慶儀一交 可以說讓她的豔逸事業再上高峰 但跟愛子將不一樣的是 人家本職大學生鞋槓酒店小姐 現實中的蘇媽媽本職演員鞋槓塑班研究生 之前就被本刊捕捉到在大學裡穿梭的身影 白襯衫外搭黑色帽T穿著青春洋溢完全融入校園 楊敬華到學校上課裝扮可以說是相當低調 只不過表定6點才下課 蘇媽媽5點出頭就跟同學在校門口等計程車 不知道是否要敢去逛海店 楊敬華的晚上行程可以說是相當充實 離開學校帶著同學去吃火鍋 不過續攤又去附近喝茶聊天 勞工Ban也幾乎全身參與 甚至貼心的送老婆還有朋友回家 不過算算 1 2 3 4 5 連同開車的Ban 6個人擠一台車 這如果被抓到3000元以上的罰款 恐怕是躲不了咧 是說楊敬華的同學名人齊聚 徐文寧 何嘉文 甚至還有59歲的傅娟 大家都在同一班 不過比起礦課找槍手考試的女兒歐陽妮妮 傅娟倒是相當認真 只能說學習進修幾歲都不嫌晚 重點是要認真上課啊 Woo